好 总统蔡英文在下个礼拜呢 马上要率团访问我国的这个中美洲友邦国家 瓜地马拉跟贝里斯 并且到时候会过境美国的纽约跟洛杉矶 行程为期有10天 总统府呢 日前其实有按照惯例 请立法院邀请党团的委员来参与总统出访的行程 好 现在确定有4个人会陪同随行 包含民众党立委邱成远还有王婉玉 另外呢 包含民进党立委陈明文还有陈欧破 好 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为什么独漏国民党立委呢 好 针对这个部分呢 总统府方面的回应是 副方这一回是透过立法院的秘书长 向朝野四个党团都有递出邀请 国民党团这次是自行放弃不参加的 好 接下来来看到是洪都拉斯 日前曾经向台湾所求拒款金元 起初呢 洪都拉斯是否认的 但是呢 这一回洪国的副外交部长 贾西亚受访的时候证实 的确曾经要求台湾提供他们20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606亿元来协助当地盖医院 投资工厂 但是呢 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好 不过呢 针对这种说法呢 有没有以毒不回 外交部已经否认了 表示说我国始终在能力范围之内 积极回应宏国政府的提案 绝对没有以毒不回这种事情 好 不过呢 这国民党的李德伟有说 蔡政府断交好像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 吴钊谢能够在任内丢掉这么多邦交国 是最厉害的部长 好 吴钊谢你应该好好思索一下 自己的历史定位吧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缠酸调节情绪增强康安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据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